这样难度上可能认定上会有些问题 好 现在看到了就是在昨天 刚刚获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的内存航评 内存航评自由舱项目 它的难度不是优势 但是完成质量是它的强项 我们来看看它的这套动作 后团七八二旋 落地动了一步 前团三百六 前团七百二 有零点一的连接加分 后织五百四 接一个一周半前滚的动作 后织九百 前置一百八 俄式挺身拳旋转体一千零八十度 这是一个C股的难度 后织一千零八十度结束 动了一脚步 现在全场观众还是给他了很多的掌声 那次航评稍微上了一点点难度 他原来做全体旋是一个地主的 他把它改成了后腿两个七百二 这样能高出零点一来 下一个上场的就是我们中国运动员周凯 他也是这个项目的奥运会的冠军 周凯是来自我们四川省的一位选手 那么内存航评在昨天呢 是创造了日本体操室的一个记录 因为是成为了连续三年 获得男子个人权能世界冠军的选手 目前他已经是日本男子体操的领军人物 同时也是明年伦敦奥运会男子个人权能金牌的有力争夺者 全能的选手现在是非常的不易 因为他要付出的比单向选手更多的时间和体力 难度分6.5 完成8.933 他是完全分最高的 是 15.433 目前还在第二 他所以起平了6.5 他完成分多了 所以他排到了 海波里头后 对 现场的观众有一点不太理解 因为能看懂了难度以后 就知道他为什么要 现在排名第二